心脏不好教你三个动作 强心建脑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教大家三个动作 经常做呢 可以起到强心建脑的作用 中老年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第一呀 有人说拍手 非常简单 但是呢 加速了血循环 打通了血脉 唱通了经络 今天啊 我教你一个比拍手 更好的唱功经络的方法 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把两个手呢 从侧面平伸起来 把这个手掌呢 和你的手臂 乘一个90度的脚 立起来 就把你手上的三阴和三阳经 全部的打通了 可以这样立掌坚持着 向上向下 持续一定时间 对你的颈椎 以及脑供血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同时呢 整个的手臂贯穿了心肺 也加强了你的心肺功能 第二个动作就是垫脚尖 经常的垫起脚来 可以刺激脚上的经络 和血尾改善 关心病患者呢 胃肠不适啊 睡眠不好啊 做的时候呢 身体一定要直立 注意下壳回收 脚后跟抬起来 蹦落下去 通过这个振动呢 使身体整体的进行调节 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拍液窝 液窝处的血位叫极全血 经常按摩呢 对心脏的健康 有非常大的好处 伸开手臂 用另一只手呢 用空掌垂机按摩 可以缓解心脏各种不通的问题 如果你也有肢体的麻木 手脚冰凉 心慌心计这些问题 可以每天坚持去做这些